龙胸手术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女性整容手术 简单来说就是将一种柔软的硅胶甲体植入乳房内 以此来增加女性的曲线美 植入的手术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将植入物放置在乳头乳韵的周围内 第二种是在夜窝这个区域进行开口植入 第三种是最常见的一种在乳房下方的区域进行植入 下面我们通过动画简单了解一下这种手术的过程 首先医生会在患者胸部上画出标志线 比如在哪个位置动切口或甲体该放在哪个位置 这都会在进入手术室前线标记画出来 一旦准备进行手术 医生会对患者进行局部麻醉或者全身麻醉 目的是让患者在手术过程中感觉不到疼痛 之后会按之前规划的标记在乳房自然皱壁下方 开一个三到四厘米长的切口 然后医生会使用一种称为电灼的医疗器械 此设备可以施加热量 减少在分离组织时的出血量 医生使用此设备将脂肪与肌肉分离 弄出一个口袋形状的空间 然后将一种材料为硅胶的甲体散入其中 医生会根据个体差异调整好甲体最佳的位置 接下来就是用缝合线缝合切口了 此等手术相对简单 整个过程都不用两个小时 就此乳房的龙胸手术算是完成 当然还有术后两到三周的护理期 比如在此时间内不要做激烈的运动 保持伤口的清洁 配合医生指导佩戴特殊的胸罩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